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一点 你们的小天使可能就被瓜分完了哦 《禁忌的巨人》第三季 Part 2 又是一部年度剧作 在看完了《禁忌的巨人》第三季第一部分后 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 第三季第二部分讲述的是夺回篇的后半部分 这经过铺垫后正式的高潮部分 人类将会直面巨人展开全面反攻 光是看BV就已经能感受到那打斗场景的震撼和热血 巨人粉们都给我冲呀 鬼灭之刃 由《飞碟社》负责制作了一部漫改作品 故事讲述男主一家全部被鬼杀掉 妹妹变成了鬼但是拟质少存 为了让妹妹变回人类 为了报仇血恨 男主立志狩猎恶鬼修炼剑术 开始了一场斩鬼灭鬼的旅程 整体感觉和最近播放的多罗罗比较类似 一个是为了夺回身体 一个是为了心爱的人 第三次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斩鬼类型 配合飞碟社的经费和特效价值 简直不能太期待 意闲定音 故事讲述冰临肺部的古真部 由不良少年和天才少女的加入 开始振兴的少女漫 人物美型故事好看 是喜欢小清新故事的不爱之学 歌舞伎厅夏洛特 由IG负责制作的一部原创电视动画 集穿爱监督暗门卓系列构成 讲述新述曲歌舞伎厅发生的猎奇杀人事件 以及推理故事 这部剧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了博多屯骨拉面 如果你喜欢群像剧喜欢推理解密 那么不妨期待期待这部歌舞伎厅夏洛特 Robbie Hachi 由附著《银魂碧蓝之海》的高中信司 负责的一部原创动画 背景为宇宙 人物为傻屌 那么如果你想看一场在宇宙发生的 各种傻屌搞笑故事 那么不要错过这部四月终极搞笑动漫 强袭魔女501部队出动 强袭魔女的范围片 老司机的不二之选 学会来自重制版 全篇重制 童年的回忆最强的少女漫 《银乱的小青无法学习》 故事讲述女主角因为父亲是公口作家 而被取名为青奸的青 原本想要好好学习 考上国立大学摆脱复兴 却没想到被班上帅气现冲的男同学表白 啊 真的是被帅气小哥 还让影响我学习呢 一部有趣搞笑的青春少女漫 温馨几世漫画版 还有《银乱的小青无法学习》 成人篇哦 《Caro and Tuesday》 由骨头社和渡边星银联手打造 纪念骨头社20周年 和《Flying Dog》10周年的合作动画 以《未来都市》 《火星座》为舞台 讲出两名来自不同家庭环境 却都梦想成为音乐家的青春励志故事 人设感人 画面精良 人生甜美 深幽阵容华丽 外加骨头社和渡边光环 简直吹爆 是喜欢音乐故事的你的不二之选 一部融合了古二天 R10为美好的世界 献上祝福幼女战季 四部动漫的粉丝像四格曼 轻松搞笑 至于又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岂不美哉 深夜的神秘学公务员 故事讲述新人设处公务员 因为加入了一个 专门解决超自然事件的区 而被卷入了一系列超自然事件 但是主角不仅能理解非人类的语言 而且被称呼为安倍勤迷 在这里你会看到公务员 和各种妖魔鬼怪打交道 由渡边则灾负责监督 通口达人负责系列构成 如果你喜欢妖怪故事 不妨期待一下这部 深夜神秘学公务员 Berry Gun 由Pierreworks打造的一部 原创奇幻战斗动版 故事讲述人类可以通过 移植妖精的器官 获得悲凡的力量 熟练掌握这股力量的人 被称为妖精兵 本来是因为战争 而被开发的力量 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 各地又出现妖精作乱 为了镇压妖精有关事件 与此加入 违法妖精取缔机关 维护世界的和平 人物射击十分暴力美绝 妖精变身之后 更是异常代感 最喜欢热血硬核观中的福音 由Mafa公司负责了一部 魔幻现实主义原创众话 故事讲出三名初中生 因为偶遇 合同型生命体被强行夺走了 靠子欲而变成了合同 想要变回人类的话 就必须通过某种方法 产生联系夺回靠子欲 所以这个靠子欲 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意思是人们想象的 在肛门处有一个虚理器官 通常会有合同去抢 动画画面 以现实场景作为背景 与2D的人物交互非常有趣 监督是著名的负责过少女革命 回转企鹅观的几元邦宴 究竟Mafa和几元之间 能够插出什么火花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推荐的 所有四月新发 我个人最喜欢 积极的巨人鬼灭之刃 和一拳超人 留言告诉我们 你最期待的三部四月新发 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千万不要吝啬给我 按赞转发留言评论支持我 我是阿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ee y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